花蓮城隍庙日前举办完甲成年七朝浮沉原教大典之后 特别把其中800公斤白米物资转赠给花蓮市公所 希望可以透过爱花蓮食物银行转赠给有需要的社福机构或者是弱势家庭 花蓮城隍庙日前在举办完甲成年齐早浮沉原教大典后 特别将其中800公斤的白米物资捐赠给花蓮市公所 希望透过花蓮市的爱心平台将物资分送给有需要的人 更发挥二次功德 我们这次是因为办丞华庙七朝浮沉原教 那这些都是我们一些上新人士捐出来的 我们就是希望能透过施工所的社福平台捐给一些弱势团体 而市长薇佳燕则在施劳客同仁的陪同之下 亲自到场代表受证并颁发感谢状 那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丞华庙长期以来 不只是有捐献我们的普度品 那甚至也有长期关心 也需要不只是我们职爱基金等等 那再次的跟我们孙主委说一声谢谢 那也希望如果未来有捐赠的 不管是公司或者是我们一些社团 或是我们个人都可以跟我们食物银行这边再做一个联系 而市长薇佳燕也呼吁相亲 食物银行的申领资格不受户籍地限制 如果发现有生活陷入困境 需要被关切的个案或家庭 都可以直接联络市公所舍劳客或里长与里干事 大家携手一起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记者徐立琴话电视报道